珊瑚 珊瑚到底是植物还是动物 我感觉这种状态应该像动物 它有一个别名叫做海石花 因为它像花一样 你看还有像树一样的 植物 心意又掉坑里了 你听说石花 那是植物 动物 对 所以它又叫珊瑚虫 珊瑚虫 知道它的营养从哪里来吗 海洋里的温生物吗 浮游生物 还是浮游生物 海藻 还有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 对 您知道它怎么繁殖吗 它是到底是属于自体繁殖 还是属于两性繁殖 它其实有两种 两种都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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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几年的成长期 它有几万年 几千年 其实它长得很慢的珊瑚 我们说的珊瑚礁 实际上是死去的珊瑚虫 珊瑚的骨骼的堆积 骨骼的堆积 对 它不是死去的珊瑚 是珊瑚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不断地盖化 它就形成它独特的结构 它是这样 我考你们有个问题 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珊瑚吗 因为珊瑚是给其他的鱼类 和其他的海洋生物 提供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组成 对 如果没有珊瑚 很多鱼就没了 对 说了一个方面 还有吗 我以为我说的很劝密 问问题 快快快快 给你们留了空间 快发挥 它是不是一个大的一个 就在海洋里面 是个大的生态系统 然后其实另外的还有防风 固沙 你看它也一样 它在岸边 它其实抵抗风浪 保护海岸线 它也有这样的作用 它是不是也可以净化海水呢 对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所以它里面 胶气生物非常多 所以它也起到一个 就是净化海水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到 就是水养胶 胶养人 如果没有山湖的话 相当于很多海底 会变成荒漠 对 相当于地表的沙漠化 这种状态 良性的循环 很可怕 它等于海洋的一个森林 对 海洋森林 对对对海底的森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土 你想南海 对 不是很多很多的珊瑚礁吗 珊瑚礁 如果没有了珊瑚礁 就是土地的概念没有了 所以这里面除了给游客 能够看到不同种类的珊瑚之外 实际上是不是也是你们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对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我们来做一些研究 然后我们去寻找合适的技术 破坏掉的去修复它 然后像这种白化的 我们就寻找抗白化的一些方法 然后让它去逐渐的去进行恢复 宗旨就是一个就是想着保证这个生态的平衡 平稳 我们来做些事 我们来说 我们来做些事 都是有一个领理的 有一个大小小小的 我们来做些事